师傅熟练剁烧腊 仔细看画面一角 手上戴的竟然不是常见的餐饮用手套 而是耐操耐磨的麻布手套 东区老字号烧腊名店 离职员工点名师傅卫生习惯差 他们厨房里面就是那个料姓师傅 他的卫生习惯实在是非常的差 沾着麻布手套呢 就是用抠那个不知名的洞 就是进去卤汁里面 我不知道他摸过什么 可是看起来就是沾沾黑黑的 前员工直呼厨房环境很不优 事实上看看店家Google评论 确实之前有人反映 有吃到发现整只蟑螂尸体 或是蟑螂的触角 我们员工其实都不太敢吃 晚上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去吃那个加卤汁的饭 对此我们直接发现 确实师傅会习惯光着手 拿食材 但面对指控 业者低调不多做回应 只强调都有做好食安把关 他布手套没有清洗干净的话 就可能会有些微生物的滋生 棉絮可能也会就是会掉落到食材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最好还是外面再套个 那个就是橡胶手套 事实上这间烧辣店开业超过25年 主打道地港式餐厅 从香港聘请专业厨师提供最原汁原味的香港美食 尽管竞争者多 但在东区照样有一席之地 没想到这是竟然因为被检举意外要上新闻版面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最后报道